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是托卡耶夫明确对普京表示 哈萨克不承认乌东鲁干斯克与顿涅斯克是两个独立共和国 法新社直接把厄哈关系的微妙变化 放到乌克兰战争的大背景下去透视 报道说 哈萨克斯坦总统周四命令其政府寻找新的方法 不通过俄罗斯出口石油 这是因为两个邻国因乌克兰问题发生了摩擦 托卡耶夫周四主持召开政府会议 他指出 通过离海寻求哈萨克斯坦出口石油的新通道 已经成为国家的优先任务 他还命令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向中国输售石油的管道能力 跨离海能源管道的想法经常被哈萨克方面提出来 但由于俄罗斯不赞成这些项目 所有计划从未实现 目前 大约四分之三的哈萨克石油是经由俄罗斯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港出口的 但是自从二月底俄罗斯发动队伍战争后以来 这一出口管道已经被迫中断两次 许多观察家怀疑克里姆林宫从中作梗 试图对哈萨克斯坦这个俄罗斯的传统盟友施加压力 要求其在冲突中保持中立 前两次中断出口分别发生在三月和六月 官方的借口是风暴破坏和二战地雷的危险 第三次中断差不多就要在本周发生 俄罗斯一家法院以违反环境标准为由 下令在30天内停止使用这一1500公里长的管道输送石油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长周四表示 佑宁该管道的财团已经提出了上诉 暂时终止了俄罗斯法院的裁决 外界普遍怀疑俄罗斯有意向哈萨克施压 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克夫称 俄罗斯法院的决定不太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 他称俄罗斯与哈萨克需要进一步的接触 莫斯克在哈萨克石油出口管道上做文章 显然与乌克兰问题密切相关 以及与西方制裁俄罗斯后 后者把能源当武器反击西方有关 但是哈萨克自有其独立的策略 本周托卡业夫总统承诺将与欧洲联盟强化能源合作 而后者正在设法减少在能源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 令莫斯克最不快的一件事可能发生在上月17日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业夫 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 他在与普京一起参加现场访谈时强调 国家完整性和民族自决权的矛盾 从而引出哈萨克斯坦的立场是 不承认乌克兰风裂凤子控制的鲁干斯克和冻涅茨克夺利 托卡业夫同时还对乌克兰当前很悲惨的现状表示同情 委婉地支持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决定 他说欧盟希望在这个组织的行列中看到乌克兰的身影 那么我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哈萨克自托卡业夫掌握实权后出现了一些新迹象 比如6月5日该国高票通过修宪公投 取消了前强人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终身享有民族领袖的特权 并封散决策权 加强不同穷体在国会的代表性 未来还禁止总统亲属担任公职 托卡业夫称这一修宪是让国家从超级总统制 改为一个有着健全国会的总统制共和国 托卡业夫的改革计划是否像有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 图有其表 还有待未来观察 但托卡业夫在俄罗斯亲吾后 欲摆脱俄罗斯独立自主的姿态却是真实无疑的 并且越来越让莫斯科不舒服 听众朋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药文分析 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